來到12月中,冬天終於來了 街上的市民都戴上冷帽、頸巾、大褲等遇寒衣物 受到季後風影響和有雨 星期三天氣寒冷 各區最低的溫度介乎於10度至12度 天文台早上錄得11.5度 是本年入冬以來最低記錄 氣溫預報圖上我們見到 環南沿岸對一些藍藍綠的顏色 代表明天天氣仍然是寒冷 所以我們預測今晚和明天會是天氣寒冷 麥雲有幾陣雨 市區的最低氣溫大概是12度 新界會再低1、2度 最高氣溫大概是16度 吹和緩至清淨的北至東北風 至於接下來的幾天 我們預計一股強烈的冬季季後風 將會在星期五晚間抵達環南沿岸 週末至下星期初天氣會進一步轉冷 風勢亦會頗大 不過另一方面天氣亦會是好轉的 所以我們展望星期五晚會是北風增強 週末的時候天氣就會進一步轉冷 風勢亦會頗大 而星期日和星期一 市區的氣溫會下降到10度以下 新界還會再低幾度 不過天氣就會變得良好和乾燥 我們在下午後下 我們在下午後下 下午後下 下午後下 感谢观看